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自2月初级近8个月高位以来,彭博社指出,其股价已失去增长动力,其中原因是全球电子产品需求疲软,库存过剩和地缘风险,损害市场情绪。 在该公司4月维持年度资本支出目标后,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相关复苏迹象。 此前,台积电预计今年第二季度销售额为152亿美元至160亿美元,略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测的161亿美元。 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日前表示,2023年,台积电盈亏难定,可能会经历营收坑洞。 与此同时,据海外媒体5月中旬报道,根据一份备案文件,巴菲特职长的波克夏公司在第一季度出售了其持有的全部台积电股票。 其实,早在今年2月,波克夏就已透露,该公司已出售其在台积电86%的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波克夏大幅买入、卖出台积电股票之间的时差尤为短暂。 2022年11月中旬,波克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13F季度报告。 报告显示,去年第三季度,巴菲特新买入三只股票,其中最大动作是斥资41亿美元建仓台积电。 这使得台积电一举进入波克夏的前十大众仓股,并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购买规模表明,最初的购买很可能是由巴菲特本人亲自完成,而不是他的投资组合经理之一。 但巴菲特后续的快速出售被认为非同寻常,因为其主要已进行长期投资而闻名。 在5月的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当被要求解释他的撤股决定时,巴菲特表示,他对他们在日本部署的资金感觉比在台湾好。 他希望他没有被卖掉,但这就是现实。 他还称,对台积电的重新评估是鉴于正在发生的某些事情。 尽管出售了所有股票,巴菲特仍然称赞台积电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公司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他说,至少在他看来,晶片行业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至于去年第四季度,为何决定大幅减持台积电股份? 巴菲特指出,这是因为担心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地缘紧张局势,这种情况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 他重新评估了这个部分,但重新评估的不是台积电公司管理层这类因素。 在这一发展形势下,业界也越发关注各类事件至于台积电的影响。 鉴于在金融投资界的强大影响力,巴菲特清空台积电股份的消息一时甚嚣尘上,部分舆论甚至为台积电哀嚎。 但殊不知,在巴菲特逐渐减持其股份同时,国际知名基金管理机构和投行亦在大举加码台积电,一定程度上推升台积电的股价持续增加。 在波克下,清空台积电股份仪式方面,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赵峰国际投顾一名协理认为对于台积电股价影响有限。 其表示,波克下于去年第四季度大局减持后,除清台积电ADR美国存托凭证是预期中的事。 这与台积电的基本面无关,比如巴菲特也说台积电是了不起的公司等。 他还称,由于波克下于已于去年第四季度大局减持,跟随股神脚步的投资人已于今年2月波克下公告卖股后,完成相关持股调整。 诚然,就在波克下宣布撤出同时,其他国际知名投资机构在纷纷压住台积电股票。 在彭博社看来,巴菲特的退出,与美国对冲基金扣图资本管理Coach Management和老虎环球管理Tiger Global Management等同行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最新提交的文件,这两家基金公司都在今年第一季度增持了台积电的股票,并且是其在此期间最大的新投资。 其中,寇图资本管理购买了590万股台积电股票,价值5.489亿美元,老虎环球管理认购1.478亿美元的股票。 另外,麦格里Mercuari在现有头寸的基础上,增加大约7800万股新的台积电ADR,截至3月底持有期资产约73亿美元。 富达Fidelity则购买了1410万股台积电新股,对其的压注增加到近40亿美元。 这使得他们都成为了台积电的重要大股东。 得益于产业界的持续看好和加码,路透社指出,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今年以来上涨了近14.5%。 另外,即便业界获悉,巴菲特清空其全部持股,但台积电与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收盘仍然暴涨2.68%,而且高于纳斯达克0.66%的涨幅。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台积电、三星、格罗芳德三大巨头,日前加入了IMEC的可持续半导体技术与系统SSTS研究计划。 SSTS研究官表示,这三大领先,晶片制造商与苹果、Meta、微软和亚马逊等机体电路生态系统的现有SSTS成员,将一起评估半导体机体电路制造对环境的影响。 其表示,行动电子装置对环境的影响有75%与制造过程有关,超过37%与机体电路制造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还提及,为了准确评估该行业对环境的影响,IMEC需要访问主要代工厂及其隐藏的商业秘密的详细讯息,他们需要Fib厂来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并与他们的结果进行基准测试,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有其他合作伙伴提供高价值的讯息。 晶圆厂参与,SSTS不仅是逻辑技术的关键,也是记忆体技术的关键,这些技术也在该计划的研究领域列表中。 将SSTS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基准测试,至关重要。 主管介绍称,SSTS专案的第一个支柱是评估,侧重于测量制造IC对环境的影响。 第二个支柱是改进,是关于从评估和其他方面吸取教训来定义专案,从而有意义地减少半导体制造和营运,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碳排放。 第三个支柱则是变革,对机体电路生态系统采取更全面的观点,以确定哪种类型的创新和非主流制造工艺可以显著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最后,IMEC专注于如何让公共政策制定者及其合作伙伴,了解IC行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 到目前为止,它们最强大的部分显然是评估。 改进现在增长很多,但仍然缺乏评估。 这就是IMEC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它们对技术是如何制造的有很好的理解。 利用这些知识,它们可以自下而上地了解环境影响。 虽然英特尔目前没有参与SSTS,也没有分享加入该研究计划的意图,但英特尔发言人回应称,该公司正在参与几个行业联盟。 这些联盟将推动半导体制造,向净零温室气体,排放迈进,并且它们欢迎所有行业团体为实现这一使命所做的努力。 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与业内其他公司一样,面对半导体行业迫在眉睫的放缓势头,台积电正在努力应对今年级以后电子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推动自身和产业的复苏增长。 鉴于此,虽然巴菲特清空股份并非黑天鹅,但台积电势必需要做好迎接更多严峻挑战的准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